不刷单能不能把个店铺做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话题 但是目前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透彻 那我来说一说 老规矩 福利放在最后面 先说答案是不可能的 从三点来彻底分析一下 第一 这个问题是个伪命题 不刷单想做起个店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怎么去起店 而是很好奇他为什么抗拒人工干预 大部分人可能觉得刷单是道德问题 诚信经营问题 好 你要扯道德问题是吧 我问你 任何电商平台里面的好评布局 复制买家秀 以及用官方给的工具 去偷窥竞品的引流成交转化数据 还有类似什么自尊宝啊 电商大师啊这种工具 谈何道德 官方都可以把竞品的核心数据拿来卖钱 给钱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你还谈这个 那些说不刷单可以起店的 当然你是没有刷 但是其他不道德的事情你一定没少干 所以说 你要说我穷不会刷 或者是刷不起 那我还觉得你诚实 你要说什么不道德 我就觉得你特别虚伪 对啊 如果你做的是祖坟冒清烟才找到的南海产品 不刷单能起来吗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不像是做生意的人 都遇到这么好的产品了 还不抓紧去做基础销量去做评价快速的赛图 优化点击率 开始关键词的权重布局 你真的听那些大神教你上来先亏个几百几千单这种战略啊 价格仗是什么时候才打 都是竞争到不得已的时候才打 永远都不要做价格仗的发起者 你倒好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南海产品 上来自己先给自己同两刀自嗨一下 第三 如果本身供应链就非常有优势 上来就是全网最底价 那你的内供优化不是也要做吗 内供优化从哪里来呀 评价从哪里来呀 赛图从哪里来呀 那么多青一色的视频加上图片从哪里来呀 不都是大金额红包换来的吗 它的本质和刷单有什么区别 人家做平多多的50多岁的大叔都知道 价格干最低 先改个几万销量 然后配合官方的活动傻瓜化的推广 不愁没有包裹打 不管你是团货还是不团货 还是说淘宝平多多的斗电 品选好上去就开始动销 有的人还是几轮的动销 所以人工干预它是最有效的方法 主要都是靠后的 你不要听些人乱讲什么不补单可以起电 然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还得补 补的话又扯到有没有好的资源 有的资源会不会补 会补能不能稳住流量 稳住流量能不能不降权等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补单的终点都是慢慢转为付费推广 合规化 你知道公司越大他越不能够大量的依靠这个补单吗 因为那么多人要吃饭 几个降权就会导致所有的人都吃土了 所以他不能冒这个风险 那有没有一辈子都靠补单养家糊口的 还真有 这种人做的产品一定是暴力产品 有足够的利润可以支撑他来补单 哪怕是被抓他照样盈利 所以降权对这类人来说就是家常变方 但是大部分人最后还是走向合规化 通过付费推广比如说自动车这种东西 你们会不会知道一些虚拟类目的产品 比如说原文件这种东西 他为什么要错放到办公设备这些类目去 就是为了要开自动车 自动车开的好的人不是说他技术有多牛 而是说他对平台的底层流量分波机制就有很清晰的认知 你再看看那些自动车开不好的人都是什么人 第一官方的视频基本没有看过 因为做不下去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开自动车 第二就是产品不行 利润更没有 做了几年的电商都不知道选品怎么选 第三 几十块的日限额天天在那里自嗨 每天除了充值没有任何动作 天天在那里瞎点 生怕一不留神 他那几十块钱就被扣完了 第四 开车没有计划的 不知道前期中期后期分别追求什么 反正哪个池烧钱快他就立马给它咔嚓停了 开了两天都没有烧出一百块 但是又很不甘心 好那官方的视频你都不屑去看 我送你最新的二十二个自动车视频 悟性高的人他是可以通过一些基础的点拨 能够处理版东 没有支新利的就不要找我拿了